黑色轎车直行 刚过红绿灯 前方一台货车 竟逆向切出 轎车驾驶根本来不及 直接撞上 巨大的撞击力 让整台货车 顺时钟甩尾 逆向边顺向 货车上女乘客 整个人撞破挡风玻璃 抛飞出车外 马路上满地碎玻璃零件 女乘客撞破挡风玻璃 头部有撕裂伤 而她的先生也就是货车驾驶 手臂也被割伤 一个就抛出来 我看没有下安全带 不知道这样就抛出来 火烙好像有 还有这油这都火 这整个面都火 被撞得破窗而出 惊险车祸是发生在云林的斗六 货车驾驶当时载着妻子 逆向停在路边购物 要切回顺向时 没有注意到耗事 轿车驾驶来不及反应 才会撞上 驾驶人及乘客均有受伤 要经救护车送一后 无大碍 这一撞把人都撞出车外 幸好人只有轻伤 而货车的车头 严重损毁 现场一片狼藉 警方也先封锁南下梁车道 清理完成之后 才恢复交通 接下来我们杨山江景城云林采访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